我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這個動作 其實也差不多在等於有點複習 但換了一個東西 也就是說把那個 原來上個禮拜全留意地址的那個 三重、中立、這些TSD 其實只是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台北市住宅 切到點位資訊的這個CSV 那放的位置的話其實不太一樣 三重的這個資料 我們是把它放在我們自己電腦裡面 但是那個台北市住宅切到點位 這個是放在那個 這個可能台北市的SERVER上面 有沒有 那我們是從它的SERVER 它的主機上面把它抓下來 所以爬蟲其實最大的差異 就是說如果你的資料是在你自己 那就用開啟了 用檔案物件開啟就OK 但是如果你是在遠端的話 那你就用爬蟲把它爬回來 差別在這邊 那你說老師 那以後不就是直接放在電腦裡面就好 可是問題很多時候這些資料 都不一定在你電腦 如果你電腦裡面裝一大堆資料 那其實你電腦也會爆掉吧 所以通常的話 這個資料都來自於網路上面 那也就是說差異大概在這個地方 那其次的話 如果我今天我希望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這個動作 上個禮拜我們其實做什麼 我們是把它存成CSV 那如果接下來我希望 我們不要存成CSV 我希望把它存成什麼 存成什麼 住宅切到點XLSX 那應該怎麼做 那其實這個地方當然 很多地方應該是相雷同的 比如說抓資料這個應該是不會改變的 那只是說呢 我抓了這個資料之後呢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把它放在這個檔案 它不要是這個什麼 CSV 所以CSV這三行應該理論上 應該可以把它先關掉了 Ctrl-E Ctrl-E的話就是註解 把這三行選起來 那也就是說呢 把資料取得之後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變成 Excel 檔 那Excel的話也許叫什麼 住宅切到點XLSX 那你假設沒有頭緒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先思考一下 這個啦 其實就是這個範本 這個範本其實是通用 這個也是從那個另外 上面好像第十頁 類似的 那你會發現 如果將來你要把它存成 Excel 的話 它的基本架構都一樣 哪些一樣 前面的三行固定 有沒有 必須要用OpenPyExcel 這個模組 裡面的這個 叫Walkbook 工作部的一個方法 產生一個叫Walkbook的一個 這個物件 名稱我叫WB 反正它最大 這個物件的話 實際上就可以存取一次的檔案 所以WB其實就可以存取一次的檔案 那這個檔案裡面的話 打開之後的話 還有什麼 還有工作表嘛 那第一個的話 預設就用Active啦 OK 所以這個工作表裡面的第一個 那請你幫我把它產生一個工作表的物件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如果抓到這個工作表了 那接下來我就可以用Append這個方法 那就可以把資料放進去了 那最後再Save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以後我如果假設 你要把資料放到Excel 其實流程都一樣 前面這三行 其實如果沒有什麼意外 反正就造超 那最後一行也是造超 中間的話呢 可是放資料這個是放一列的資料 OK 放一列的資料 而且這一列的資料一定要是個串列 那可是我們的資料絕對不是一列嘛 我們資料一定是很多列嘛 所以這個中間你必須把它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回圈 for回圈 所以如果我想要把資料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資料 要把它放進去的話 那頭一件事應該做什麼 頭一件事就是需要先把什麼 把那個台北市的住宅的這個資料有沒有 它本來是一個橫向列的話 它是一串的文字 那我必須把橫向一串列變成一個一個的串列 一個一個的串列 所以第一件事情 需要先怎麼樣 把這些資料全部都變成串列 所以你print出來的話 就變成一個一個的中瓜糊 然後裡面就放 總共有幾個 一二三四五藍資料 等於是五個資料 零到四藍 所以這樣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你可以思考這個問題 如果你這個問題OK的話 後面應該就好解決了 所以如果假設 你說老師那問題是我print了之後 它就是一個完整的文字 那我要怎麼去把它變成串列 其實還記得嗎 如果你要把它切割的話 因為它的尾巴還是 它尾巴好像是反斜線R 反斜線N有沒有 那我其實可以還記得吧 我們有用到有一個那個切割的函數 叫做Sprint Sprint的話呢 你可以在這個有沒有 把這邊後面呢 就是這些 就是它裡面的所有資料 那我可以先用一個叫Sprint Sprint的這個有沒有 這個應該有印象嘛 Sprint非常重要 然後跟它講說呢 請你幫我切割喔 那切割的話呢 按照什麼 因為它尾巴是反斜線R 反斜線N 所以你幫我切割 那切割完之後的話呢 會產生一個串列 所以我在這邊加一個List1好了 我喜歡 幫我切割完之後呢 把這個東西喔 幫我放到一個List1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假設把List1print了出來 它會變怎麼樣 它就會變成一個一個的有沒有 看一下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中瓜糊的結束在這邊 然後每一筆資料喔 它就會把它放在這裡啦 哇 這個上面其實還蠻長的 有沒有 太多了 三線多筆 有沒有 本來是這樣子喔 那你如果假設 把它用Sprint變成串列之後 它的開頭變成一個中瓜糊 然後呢 它每一列有沒有 一列資料喔 它就放在一個字串裡面 不過你會想說 老師它雖然切開 但是它好像還沒有達到我們要的耶 為什麼 因為它一個資料裡面喔 其實它還沒有分開啦 所以我跟各位講 這邊比較麻煩 你變成要切兩次 第一次的話呢 是切它一行一行 有沒有 按照反斜線R 反斜線N去切 還要做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情的話 就是切什麼 切 比如說我切 這個是0嘛 這個是0 那你要把它切 第二次切割的話 就把它豆點分開 所以假設啦 我要抓第幾個 抓第一個 第一個是它的欄位名稱 我把欄位名稱抓出來切好了 欄位名稱的話 是中瓜糊0 然後再去Sprint OK 所以中瓜糊0指的是 它的第一個資料 就是欄位名稱 那我要切割的話 用Sprint Sprint 因為它這個資料 跟資料中間是什麼 是豆點嘛 所以你在Sprint 這個裡面跟大家講說 你幫我用 什麼 把它 對 Cama糊點切開 然後並且Print 我看一下 那目前我沒有針對全部資料 因為全部資料三千多 也太多了 所以我做這件事情之後 一樣 我在前面再增加一個例子二去 把它存在裡面 例子二 這個 等於這個 它目前的 有沒有 切割之後的東西 那我再把 例子二Print出來看一下 不過目前我只有 正在欄位名稱切割 所以Print出來之後 應該就會得到什麼 一個串列 例子二裡面這個串列 並且把這五個資料切開 放在例子二裡面 OK Print一下 執行一下 看一下結果 有沒有發現 目前 所以 它這個 目前的狀態 就足以可以放在什麼 放在那個 寫著後面的 Apin 有沒有 因為Apin裡面就是要這個東西 那你就可以 寫進去一個 那你說老師 那下一個怎麼辦 下一個很簡單 把這邊改成 改成一一就好了 一的話 應該就是第一 第一筆資料 有沒有 Print 就一一嘛 編號一 然後它的那個什麼 它類型 它的時間 然後發生 八萬之間 然後它的例子 欸 所以一直可以推 那也就是說 我只要怎麼樣 把這邊再跑個回圈 然後逐一逐一的 欸不就可以 把這些 這些通通改成我要的串列 然後我再結合剛剛的那個東西 有沒有 頭跟尾 然後中間Apin 一直Apin 那資料就通通進去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剛開始會覺得很複雜 但是你只要抓到藥裡 然後把你要的東西產生 放進去就OK了 好 那最後我們把它完成 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就寫個回圈 回圈的話 就是 For For I in range 所以這個都固定的 寫法 但是這個 For I in range的寫法 仿先的書籍 或者是網路上其實也有別的寫法 你們慢慢 我是建議你先記一個 你記得起來的方法 比較重要 不然的話 太多的寫法 那我的寫法 我是針對這個 List 1裡面的所有的 意思是說所有的行 我通通做切割好了 那切割完之後的話 一樣就把它轉成一個List 2 所以我把那個List 1 中瓜阿虎這邊改成I 那意思是說 我先把0這一行切割 按照豆點切 然後變成一個串列 那底下的話 我就把它切割完之後 Print了出來 那理論上 這樣子就可以產生 三千多個 一個一個的串列了 有沒有 就是這樣的狀態 有沒有 每一筆資料 就放在一個串列 那接下來的話 我就可以 把這個List 2 放在 Sheets.appended 那就可以存檔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然後我一樣把這個地方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這邊先轉換成兩個串列 那我切割的話 所以喔 最大的關鍵 其實就是Split 有沒有 所以先Split一次 然後再用Split 豆點第二次 所以喔 好像這邊不用Split 好像也沒辦法完成 那因為會Split兩次 所以會產生兩個串列 所以一個是1 一個是2 OK 最後的話呢 把結果print出來 看到的話呢 就會是長這樣子的結果 那表示正確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如果這個做出來的話 再把這個結合 剛剛講的那三行 以下safe一行 然後再append 總共五行 其實這個就可以 把資料 變成ysale OK 試試看好了 這還滿常會用到耶 我是覺得這個可以 常常做啦 而且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 範本吧 我覺得 其實剛開始會覺得難 但是你做久了 其實也不就是這樣子 OK 關鍵的地方就是串列 所以我一直強調 你如果要把牌場學好 你串列不熟 很抱歉 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就是一堆的串列 那串列的話 通常不會只有一個 而是很多串列 比如一行 總共三千多行 你不可能用人工的方式 一直寫 所以會搭配 佛迴圈 所以串列跟佛迴圈 這應該是 你非常必要熟練的 兩個重點 這兩個如果你以前 剛好沒接觸過 那你就花時間嘛 常寫 寫熟了就OK了 試試看好了